欢迎来到我的平台游戏控制器教程 本期的主角是Input System 新的输入系统 我们将通过它来创建Player Input 玩家输入这个输入管理器类 在上一期中 我们粗略接触输入系统的其中一个用法 首先 我们先取得了某一个输入设备 然后我们再取得这个输入设备上的某个按键 通过判断它的按键情况来读取输入信号 这种写法非常类似于 就的输入管理器里Input类的写法 事实上这里Button Control的三个属性 就分别对应了Input类里按键的三种状态 这里有个问题 我们的某个功能可能会对应多个不同的按键 比如玩家的跳跃功能 我们希望当按下键盘的空格键 或者鼠标的左键 或者游戏手柄的A键 都可以让玩家跳起来 如果我们依然使用这样的写法 那么就必须写多个并列的破判断预计来实现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想要更改其中某个按键 比如我们觉得按空格键很不爽 想要换成这一键 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代码进行修改 像这样直接获取某个按键输入信号的用法 可以说是最初级 也是最笨的用法 只适合用在测试 或者Debug等地方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这里我们将使用到Input Actions 输入动作 关于输入动作 以及新输入系统的基础知识 我在另一个视频中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这里就不再重复这些内容了 如果你还没有写过这些知识 还请先移步这个影片看一下 OK 回到我们的项目中来 我们在Settings Input System文件夹底下 右键新建一个Input Actions文件 名字我们就叫PlayInput Actions 玩家输入动作 命名好之后将它打开 先点击Action Maps 动作表这里的加好 新建一个动作表 这个动作表将用来处理 玩家玩法的所有输入 我们将它命名为Gameplay游戏玩法 Action是哪里已经有一个默认的输入动作呢 创击它将它从命名为Axis 轴 顾名思义 这个输入动作将用来处理玩家移动相关的轴方向 也就是X和Y两个轴的值 因着它的Action Type 动作类型我们选择BowU直类型 很明显它是个二维向量 因此它的Ctrl Type 控制类型我们选择Vector2 接下来是按键的绑定 我们先把这个默认绑定删掉 然后点击输入动作右边的加号按钮 选择添加上下左右的组合按键 首先是最常用的键盘上的WASD是个按键 通过Listen监听的使用 我们可以很快的绑定好按键 这里我还添加了键盘上的箭头键 以及游戏手柄的左摇杆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为了保证键盘和手柄的输入信号是一致的 我们将这些组合按键的模式都设为Digital 在这个模式下 手柄将和键盘一样 XY轴的曲值将只有0-1和正1这三轴 OK 接下来我们再添加另一个收录动作 将它命名为Jump 没错 这个动作将用来处理玩家的跳跃 它是个按键类型的收录动作 因此我们不需要对这个动作的属性做出更改 我们直接添加按键绑定 这里我使用的是键盘的空格键 鼠标的左键 以及游戏手柄的ButtonSauce 这里的按键绑定是很随意的 大家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绑定这些按键 注意不要使用重复的按键就可以了 这个项目我们用到的输入动作就只有这两个 都设置好了之后 记得点击这里的Safe Asset 保存资产按钮 或者将这里的AutoSafe勾选起来 做项目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保存了 OK 我们可以把输入动作设置窗口关掉了 接下来我们让输入系统自动生成一个C-Safe类 这个类将拥有我们刚才设置的所有输入动作的数据 可以让我们在其他C-Safe类中直接调用 在选中输入动作设定文件时 先将Expect窗口0的Generate C-Safe Class 生成C-Safe类显像构显起来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即将生成的C-Safe文件的存放位置 以及这个类的类名和命名空间 我们修改一下这个文件的存放位置 将它存到Script Input文件夹里 其他的我们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点击应用按钮 可以看到现在Input文件夹里 自动生成了一个C-Safe文件了 将它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Play Input Access类 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玩家输入动作了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玩家输入类 我们在Input文件夹里 新建一个名为Play Input的C-Safe文件 将它挂载到玩家对象上 然后打开它 首先我们引用输入系统命名空间 然后声明一个Play Input Access类的 引用变量 在Awake函数中将它出时化 然后我们要启用Gameplay动作表 我们写一个函数名为 EnableGameplayInputs来实现这个功能 要启用某个动作表 只需要调用它的Enable函数就可以了 由于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不会用到锁标点击 因此这里我还将光标设为锁定模式 将这个函数设为工友 然后在玩家控制器脚本中 声明一个玩家输入类引用变量 在Awake函数中 调用GetComponent函数来取得它的实力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Start函数中 调用玩家输入的EnableGameplayInputs函数 来启用这个动作表了 OK回到玩家输入类 接下来我们来获取到 刚才设定的两个输入动作的信号 先处理跳跃输入动作 声明一个功用的boolean属性 我们就简单的叫Jump 它的值 我们可以通过跳跃输入动作的 Worstplace this frame函数来取得 也就是在这一帧 如果我们按下跳跃动作绑定的任何按键 那么这个属性的值将会为True 我们还需要另一个公有属性 来判断什么时候松开按键 这个属性我们就叫StopJump 它的值 我们则通过跳跃输入动作的 Worstplace this frame来取得 然后是轴方向的输入信号 我们声明一个私有的二维向量属性 名为XS 它的值我们可以通过轴输入动作的 RateValue函数来取得 在这个项目中 玩家移动 我们只会用到左和右 也就是X轴上的两个方向 因此我们再声明一个功用的浮电形属性 名为XSX 来取得X轴方向上的输入信号的值 它的值就是轴方向属性的X轴的值呢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功用的Volient属性 用来判断什么时候玩家开始移动 这个属性我们就叫Move 当玩家按下了左右方向的移动按键 也就是X轴方向的值不为010 这个属性的值就为True OK 现在我们需要的几个值都有了 要怎么将玩家输入类应用到状态机当中呢 我们打开玩家状态类 声明一个玩家输入类变量 我们就简单的叫Input 将它标记为Protective 让值类可以访问 和动画器等引用变量一样 我们可以在初始化函数中为这个变量布置 然后同样的在玩家状态机内的Awake函数中处理这个变量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具体的状态类中 调用我们刚才声明的属性了 在玩家空闲状态中 当检测到移动输入时 我们就切换到移动状态 在移动状态中 如果没检测到移动输入 则切换为空闲状态 我们不需要在这些状态类中 引用输入系统命名空间了 将它们删掉吧 OK 我们的玩家输入类就先写到这里 保存所有的脚本回到编辑器 我们来测试一下功能是否都正常 可以看到 效果和我们添加玩家输入类之前是一样的 有了玩家输入这个输入管理器 现在我们可以更方便的管理和使用输入系统了 这就是本影片的所有内容 在下一期教程中 我们将实现玩家的移动 并使用虚拟相机来实现相机跟使用玩家移动的功能 还请大家继续支持 感谢您观看本影片 我是阿燕 我们下次见 来 Minu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